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华会计网校ACC的网络课程 我是这门课我们F7也叫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的主讲老师 我姓英,中文名字叫音乐,英文名字叫Karen 首先和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第一节课主要就是跟大家认识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程 首先说下我自己,可能呢我们这个中华会计网校的同学 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那实际上我本人从事这个ACC财务会计这条线上的 这个课程的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在此我是真心的希望 我们这个中华会计网校的同学能够跟我一起 不但是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这个财务会计 就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的考试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能够能够在我的这个教学的引导下 我们大家能够对财务会计有一点点兴趣 觉得说财务会计这门课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门课 那我觉得我就算成功了,好吧 那我们这个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课程啊 首先啊,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门课 叫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 在ACC整个的这个课程体系当中的一个位置 实际上呢,我们属于这个按咱们国家的这个会计教学体系来讲啊 这个F7或者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 应该属于叫什么中级财务会计 然后在它上边呢,应该就它在它之前有一个fundamental level的 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课程叫F3 以前,其实现在应该叫F3啊 这个,这个但是现在这个名字 ACC的这个名字发生变化了 它的paper名字发生变化了 现在叫Financial Accounting 就以前的这个F3 一会儿呢,我会跟大家讲 说因为咱们这个网课的同学 这个就是情况很复杂啊 什么情况都有 有的人学过F3,有的人没学过 有的人有一定的这个财务会计的知识 有的人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 一上来就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终极的这门课程 我们后面会讲这个针对不同情况的同学 大家应该怎么去备考 在这个基础课程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来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门课程 以前呢,我们叫F7 现在可能大家看到一些题目呀 或者一些这个教材上 它可能还叫F7啊,F7 但实际上官方的名字呢 现在已经改成叫Financial Reporting了 就以后就没有什么F级,P级了啊 就全都改成这种缩写的名字了 这个F7大家如果顺利通过之后呢 如果再往上考呢 应该就以前呢,我们叫P2 P2的名字呢 它现在改成了这个 Strategy Business Reporting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中文的财务会计体系 底下的那个所谓的高级财务会计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会计专业的同学 就是在国内学会计专业的同学 你还不能完全的说 哦,我现在学的中级会计啊 就是现在我们学的F7 然后我那个之后学的这个高级财务会计 就是以后我学的这个SB2 其实不能完全对应 因为它在大纲的这个 就是知识内容的涉及的这个面儿 以及深度上 就广度跟这个这个纵深上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我们这个后面 随着我们课程的进行 大家如果有一些财务会计的背景的话 你可以自己做一下比较 好吧 然后呢,说一下我们这个 应该叫Financial Reporting 这门课的这个考试的format的一个介绍啊 我们先不说内容啊 先说format 现在呢,从这个 从上一级考试开始 我们现在从F5到F9 所有的课程全都改成机考了 就是,呃,它是 就是一下子就切断了所有的这个笔试啊 全是CBE了 叫Computer Based Exam 呃,这个啊 全都是机考 然后呢,在咱们国内的话 这个机考的中心也非常的多 基本上 一线二线城市 它都会有这个机考的考点 大家可以去 官网上去查 它有一个关 它有一个考点的这个list 而且在不断的增加 大家可以去选择自己合适的考点啊 然后下面呢 这个,这个 如果参加过 SSA考试的话 这都大家都知道了啊 我们通过的这个分数是100分满分 然后及格分是50分 不是60分啊 50分及格 然后啊 这个底下sectionABC 是我们现在机考形式下 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的 考试的一个架构啊 机考形式下考试的一个架构 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先说这个 我们先说这个官方的说法啊 这我给大家写出来的 就是官方明确的说法 它是这样的啊 它说sectionA sectionA呢 是15个 就所谓的客观题 15道客观题 然后每一道题呢 是两分 所以加起来呢 是30分 然后这部分题呢 如果大家考过那个啊 我们以前叫F3 现在叫Financial Accounting 如果考过那门课的话 你会发现 就是sectionA这里边的 这个就是考题的这种形式啊 跟F3 就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啊 就是有单选 有多选 有填空 有什么啊 这个拖拽啊 什么的 就是配对题啊 什么这些都有 这咱先不多说啊 然后说sectionB sectionB呢 它是三道 我们叫long question 就是三道大题 三道大题 所谓的大题 就是它那个题杆啊 就比那个sectionA 那一道题的题杆 稍微长一点 稍微长一点 其实你回头看个真题 可能也就相当于 sectionA里边 大概两道选择题的 那个样子的那个题杆 其实也没有很大啊 也没有很大 然后呢 他说每一道 每一道这个大题里头呢 都是一个scenario scenario就是 一个情境 就跟你讲一个故事 说我这个公司啊 比如说 那个我有一个这个 building啊 然后有一个这个 投资金房地产 然后我有一个什么 我又那个租赁 又租进来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啊 反正就这三个故事啊 分别可能考你 三个不同的准则 然后呢 which relates to five 一共是五道客观题 也就是说 三道这个题杆当中 每一个题杆下边 会带五个客观题 所以你看 三五一十五 其实就是 其实说白了 就是15道sectionA的 这种小题啊 组成了sectionB 然后每一个呢 也是两分 所以15乘以2 有30分 这30分 这30分 这俩加起来 一共60分了 对吧 然后再说sectionC啊 就最后一个section 最后一个section呢 实际上是最像我们F7 从2014年的12月之前的 那个老题型的一个部分 sectionC啊 就最像老题型 它呢就是编表 然后这个财报分析 基本上就这两个啊 他说你看 他叫 他叫constructed response question 叫什么CRQ这种题啊 然后他说是两道题 就是一道题里边呢 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的问题 你比如说 第一道啊 第一道这个大题 然后让你干嘛呢 让你编一个这个损一表 一问 对吧 那你编个资产负债表 又一问啊 就算一道题 然后他说H CRQ question 就是每一道这个大题呢 都是20分 所以一共两道大题 一道题20分 这一共是40分 好吧 这60分40分 加起来呢 就是100分了 这就是满分了 咱俩先说到这儿 这是这个官方给的 这个分值的分配 然后呢 我在这儿先提一句什么呢 就是你们机考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脑前 真正参加考试的时候 你实际上 会遇到的是什么啊 你实际上会见到的呢 是110分 你实际上会见到的是110分的题目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多出来一个10分的题 多出 这些题目里面啊 多了10分 这10分叫什么呢 这10分叫种字题 叫seeding questions 就种字题 然后呢 这个种字题呢 呃 现在官方有明确的说法 种字题呢 要不然出现在sectionA 要不然出现在sectionB 也就是说 sectionC里面是绝对 不会出现种字题的 这个种字题呢 一共是五道 就是每道题两分 一共五道题 每道题两分 然后这个种字题 是干嘛的呢 这个跟大家讲啊 就是你把心放宽点啊 它这个种字题啊 是这个ACC的官方 用来培植题库的 就是说 首先呢 这个十分 这个十分 也就是五道题 不记入你考试的总成绩中 换言之就是 你的总成绩 还是这100分 然后及格分呢 还是这100分里的50分 那也就是说 你就算这五道题 全都错了的话 也不影响你得这50分里的 这个分数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它不影响你的总成绩 它不影响你的成绩 什么都不影响 它唯一影响的就是占用你时间 但是呢 我们考试的时候 这个官方也把这个 五道题的时间 也就多给大家了 应该是 应该是正常 应该是你这100分 应该是三个小时 但是他给的时间 应该是三个多小时 好像三个小时20分钟 你们那个考场上老师会提示 所以 这五道题大家不用担心 还有个问题 就是这五道题你是不知道的 就是你不知道 哪五道题是种字题 这个有点那什么 就你不知道哪五道题是整字题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考试季当中 曾经有同学考完之后 给我回馈 他说 反正我收到这个回馈 这几个学生 给我反映就是 他们那个种字题 很明显出现在了section B 就他一看非常明显 为什么呀 因为你本来说是 三道这个大题 每道题 每道题里面 不是带五小问吗 他会发现说 他他那个他那套题里就计考都是 题后抽题吗 就他那套题里面有四道题 所以很明显 就多的那个那一一道 那个long question里面 带的那五小问 那不就是这种字题吗 对吧 就很明显 但是你是不知道 这三这四道题里边 到底哪个是的 你这个你不知道 那你只能是 所有题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 他之所以设置这个种字题 他就是说 这个我看一下 大家的这个考试的情况 如果这五道题 大家得分率特别特别低 那我可能就觉得 它过于难 那后面我可能 这个设置题库的时候 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那大家如果说 这个正确率 在就是在在在 这个我们ACCF7的 或者叫financial reporting 这个通过率左右 比如说是百分之五十四十几 大家都能做对 那就算不错 那可能我能 就是把它 以后放进题库 就是这样子 好吧 好吧 这个是对我们 整个考试的一个 分卖写的一个介绍 其实呢 我在这只是简单的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面啊 会专门针对这个机考 给大家讲解 就是机考上 我们这个见到 这个机考的页面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然后怎么去做题 实际上尤其 其实前两个都无所谓 前两个大家如果考到 F3的话 就是financial counting的话 就真的就是 你都很熟了 F1 F2 F3 F4 全是这种题 全是这种题 真的没有什么 大家主要就头疼的 就是这个section C 因为这个section C呢 这个说是机考 但是呢 实际上 如果大家考过F3 大家还记得 你那个两到十五分的 那个编表的那个题目 它怎么考的 那个也叫机考 F3它也叫机考 但是那个机考怎么考 就是很简单 这个比如编资产负债表 那个PPE给你放好 然后底下这个存货放好 现金放好 它把架子给你搭好 然后你只需要往里填数就可以了 然后底下 它想考你哪个working的计算 它会把式子给你列好 是不是 或者它想考分路 它把分路给你列考 你呢 去点个下拉框啊 然后填个数啊 什么的 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种机考呢 就属于那种 就是 就是 就低配版的那种机考 但是我们这个section C呢 同样说是机考 但是它这个机考呢 就是比如编表的题目 编财报的题目 是给你一个空白的一个 spread sheet 或者我们一般叫Excel 就空白的一个Excel文档 然后所有的working 所有的这个财报的format 你都要自己往里敲 而且呢 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就是你想我是先做working呢 比较好呢 我还是先编财报比较好呢 我这个数字是怎么link过来比较好呢 就还涉及到一个这个问题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财报分析 财报分析的这个题目呢 它会给你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 然后呢 你自己在里面算一些Ratial 然后这个就打字啊 自己打字啊 就写一些文字性的分析 就是它是这种 其实就是跟我们那个比试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它只是把比试上面 你自己要做的那些东西 都给你拿到一个Excel上 都给你拿到一个word上 然后让你做 而且呢 它这个 我们HCC这个F5到F9的这个机考 它给你的Excel跟Word 跟你平常自己用的那个Excel跟Word 不太一样 它全是简化版的 所以有的同学那个就是之前啊 这个上上次这个F7的考试 应该是这个咱们国内是第一次进行机考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我提醒我面授的学生 我说你们尽量不要去参加 因为那个就纯粹就是当小白鼠 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个其他院校的这个同学 有时在微博上啊 就跟我聊天 他说 他们就是真的就当了小白鼠 就第一次去参加这机考 他就是反馈就是 这个题老师我会做 但是 气了哗啦 就没通过 就是这section C 基本上这题就没做 为什么呢 因为不会操作那个suppress it 他说跟我平常用的那个Excel都不一样啊 因为当时啊 就上上次考试 当时这个很多我们机构也好 或者老师自己也好 就关于 因为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参加那次机考 我们的讲课也就没有特别针对这个 这个机考 你要怎么考怎么操作这些技巧去讲解 我们没有 所以 就当时大家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技巧的这种 平时的训练培养的话 你真的到考场上 你对这个东西真的很疼 真的很疼 很疼 包括他有一些这个要注意的东西 像比如说Excel 你不能调宽度 不能加行进来 不能加列进来 有的时候你要是动它那个格式了 它会死机 你想吓人吧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说啊 我们后面都会说 这个先到这里 好吗 来 底下呢我们这个 稍微讲一讲我们这门课 就是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大纲上的东西啊 就是他告诉你说你学完这门课 主要要掌握什么 然后后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大纲 我们简单过一下啊 第一个 他说 这个官方说你学完这个F2 就是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之后要干嘛呢 To Develop Knowledge and Skills 实际上呢 我们F3阶段主要强调的是这种 Knowledge 然后到了F7 他主要强调什么呢 主要强调是 你要把你在F3 以及在F7阶段 掌握的这些 Knowledge 要有技巧性的 要应用它 就是他更强调应用 他更强调应用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这个我们这个财务会计其实就是学准则 用准则 然后用准则的这个规定去处理一些交易事项 用会计的语言去把这些交易事项 给它反映在我们的财报上 跟User去做交流 这不就是我们财务会计的职能吗 对吧 但前提是 你要在准则的这个框架之内 要做事情 对吧 所以呢 所以你要 Understand 理解啊 要应用这些准则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这个就理论性的框架 我们实际上 马上要进行的这个 就是第一章 下面正式章节的第一章 就讲这些东西叫framework 我们叫什么概念性框架啊 什么规管框架啊 这10个F3的东西 你都应该很熟了啊 这些东西 我们在F7会再讲一遍啊 这些基础理论性的东西 In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entity 就是把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给这个entity 就会计主体 给会计主体编制它的财报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啊 Including group 这group就是合并报表啊 group就是合并报表 group accounts合并报表啊 所以我们这个F7一样 跟F3是一样的 也要讲主体报表 叫single entity 也要讲合并报表 叫group accounts 或者叫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就都要讲 and how to analysis and interpret 这个就是 你看啊 它其实这个 这个Amov paper里的啊 其实我跟你讲 它说的就是什么啊 就是你那个section C 你知道吗 那个section C里不是两道大题吗 我现在告诉你啊 咱看着这我跟你讲 它两道大题 就每道题20分 一道题呢 就是要不然就是编独体报表 要不然呢 就是编合并报表 二选其一 二选其一 这是一道题 然后另外一道题呢 就在这儿 就是财报分析 就是财报分析 所以这两道题就出来了 两道大题就出来了 都是financial statements 就分析啊 以及理解 我们的这个财务报告 是吧 所以说白了 我们这个 在这再明确一下 我们F7 或者叫financial reporting 这门课的目的 学完之后 你要会什么 其实呢 感觉 感觉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操作工 只不过呢 是相对 相对比那个F3 相对高级一点的操作工 就是 首先你要会编制财报 编制独体报表 编制合并报表 然后你编完了这个财报 你要会理解它 会分析它 这就是我们F7这门课的 学完之后 需要达到的目的 好吗 然后底下这个呢 就是一个详细点的 一个大纲 其实就是把前面那个 就是给他 就给他再 再detail一下啊 然后 他说 the main capabilities the un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paper 如果你 这个能够成功地 完成这门课呢 那candidates 就是咱们在座的 这些学员啊 即将参加考试的 这些学员 should be able to 你应该掌握 a b c d 下面四点 我们看第一个啊 他说你要会 discuss and apply a conceptu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这个 学个F3同学 有印象吗 叫概念性框架 这个 regulatory framework 我们叫 规管框架 规矩的规管里的管啊 我们就后面 第一章啊 马上就会讲 第一 这是 应该是第一章 第二章啊 是吧 这部分呢 这是纯文字型的知识点 然后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part a 这种纯文字型的知识点 在F7的考试当中 虽然现在 它这个选择题 就是前面section a 跟section b 它每次是 官方是不公布 这个真题的 它每次 只是把那个section c的 那个大题 选两道给公布出来 它每次只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从之前 因为它 它曾经公布过几次 2015年2016年 曾经公布过几次 我们可以从以前的 曾经公布的那些真题 给大家合理推断一下 就是我们section 就是我们这个aj部分 说到的这个文字性的 这个题 文字性的知识点啊 概念性框架 规短框架 考试的时候 大概会占到两题 也就是四分的样子 有个概念 大概其实就可以啊 然后第二个啊 它说你还要干嘛呢 还要account for transactions in accountants with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所以我们这个ACC啊 大家选这个 考试数据报名 千万别报错了啊 你考试是报这个F7 一定是报那个INT 那个版本的啊 就international的啊 千万别报什么UK 大什么的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 这个课 我们都是使用的是 国际会计准则 或者叫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所以你看它说 你要按照这个 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 去记录一些交易事项 实际上呢 这个 它这里边这个B呢 应该是我们整个F7课程里边的 这个 就这个肚子这部分 就是最大的这块 我们 我的讲义的编写 也是基本上按照它的这个来走的 所以我们讲义的那个part B 就是这堆 就是把我们在 F7或者叫F2阶段 要学的所有的准则 所有的那些交易事项 就都放在这儿啊 我们会一个一个学 好吧 好了 你看啊 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 根据准则记录了这些交易事项之后 我们要干嘛呢 你看C啊 就是analyze and interpret financial statements 这不就刚才那个 二十分的一道题吗 说你要做财报分析吗 对吧 这个啊 而且我在讲到这 咱多说一句啊 这个财报分析 现在的这个F7啊 会考两种 一种呢就是独体报表的分析 就是啊 叫single entity 就是单独一个企业 它的财报损益资产负债的一个分析 另外呢 它现在会考合并报表的分析 好吧 所以我们到时候讲课的时候再说 最后一个 它说prepare and pres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single entity and business combinations in accountants with IFRS 就是在国际会计准则的规范下 你要会编两套财报 一个就是single entity 啊 我们叫 我们叫独体报表 或者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叫business combination 就合并报表 好吧 最后一就编表 好吧 这大概其实就是我们的大纲 就是你学完F7之后 具体你要掌握这些东西 呃 大家如果愿意看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 你如果愿意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F7 就是20 从2018年的9月1号到2019年的8月31号的那个新的那个大纲 它那个就很细 比这个还细 就是它会把这个sectionA 就不是section啊 就这个A A part A这里面 你都要详细的都需要掌握什么什么 这个part B里面 你都需要详细掌握什么什么 就它都会给你列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这说那个东西 因为反正我们后门大纲里的东西 我肯定都会讲 是吧 反正一点点学就完了啊 好了 进入到这张PPT啊 实际上这张PPT是我最想讲的 就是这这这门课 现在FR这门课 就算是我的地盘 我做主了 是吧 然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说 呃 我在正式开始这门课的呃 基础课程的讲解之前 我最想跟大家沟通的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叫where are you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先 先找准自己现在的位置 就是你在正式学这门课之前 你是什么情况 呃 我大概捋了捋啊 我大概想了想 因为这个我教了很多很多年的 这个F3啊 F7什么的 所以我见过的学生呢 那无非就是这几种啊 你看你是哪种 第一种呢 就是 以前就F3啊 咱就说还说F3啊 就是那个F3我学过 F3学过的情况下呢 学上又分两种 一种情况就是说 老师F3我学过 而且我是这个 而且我是这个 比如说那个 一个月以前刚考过 高分通过学特清楚 特明白 然后现在我紧接着就来学F7 这种学生 是 就是我 我如果我的班里 我的面授班里 如果都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是我讲的也轻松 同学学的也轻松 然后通过的概率 也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就 大家就是各种轻松啊 这个道理我就不解释 大家应该都明白啊 因为这是他的基础课嘛 所以你带着这些 你这些这个装备都装备好了 然后你再来上这个台阶 就是就很容易啊 就很容易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老师我学过F3啊 但是啊 我这F3那个什么 我有点懒 我考完那F3之后 我就干别的事儿去了 啊 我这个 我考研 我谈恋爱 反正我就把这个ACC就给忘了 然后呢 我两年以前 或者一年以前考的 我现在基本都忘了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我来学F7 这是一种 等会儿再说这个啊 我再说第二种 第二种呢 就是老师我F3啊 没学过 因为咱们ACC 他有免考的这个政策 很多同学这个 F1 1 2 3 4 甚至5 就以前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课程的 这个这个名称啊 就1 2 3 4 5 全免了 甚至有同学可能 可能6可能都能免啊 我这个这个不太清楚 现在政策是怎么样 反正以前我知道是 1 2 3 4 5 有都免了的 然后直接上来就6跟7了 然后就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又分两种 你们想想是哪种啊 我没学过F3 我现在直接考F7 有一种情况呢 是说老师我那个 我可能比如说 一般免的是什么啊 他可能本科阶段 是会计专业的 或者比如说 他什么研究生毕业啊 然后也是这个 也是会计专业的 这种情况 他可能会免 所以呢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老师 我啊免了之后 我其实我 其实我虽然是免了 说是这个有专业背景 但实际上我以前的那些专业 专业课那些东西 早就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也就是说 实际上来讲 你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储备 并不充分 你这个专业知识储备并不充分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老师 我那个比如说 我本科会计专业的 研究生会计专业的 我这个财务会计的知识 我手到勤来 啊什么 什么借贷啊 什么这个 什么资产 什么负债 什么权益 什么收入 什么费用 我特别的清楚 包括对咱们 因为以前可能在国内学的会计啊 中国的准则 我也特别的清楚 我就什么都都挺好的 我现在来学这个F7 那就你的知识储备 还是非常可以的 这两种情况 就我现在说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下呢 咱先说 这两个其实是差不多的情况 其实情况是差不多的 呃 这种比较这个 可能更困难一点 就是这两种情况下 其实都是你的专业 这种基础知识 实际上已经流失到 已经流失掉了很多了 我建议啊 这两种情况的同学 呃 在听这个F7的课程的时候 大家要呃 叫怎么讲 叫小心翼翼一点 或者叫 嗯 更下 多下一点功夫 是为什么 我在这说说 因为这个 ACC的这个考试啊 它跟咱们国家 那个CPA不太一样 ACC它是一种 就是 培训形式的考试 它是一个成体系的 就F3啊 完了 你学话 你学好了啊 然后打好基础了啊 来咱F7 是吧 但是呢 F7里面呢 会用到一些F3里的知识 但是呢 我 人家在这个编制F7大纲时 就人家就觉得说 哎 反正就是说 你学F7的时候 应该已经会那个F3的 那个东西了啊 所以呢 在F7阶段 我如果要用F3的知识 有些东西 我就直接拿过来用 就不在F7里面 再重复再讲了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呢 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大纲的内容很多 你看那个ACC那本书 这么厚 这么厚 那个教材 而且是那种大开的 A4纸 那种大开 大开本的那种啊 那个东西 哪里能防身的啊 走夜路能防身的 能砸死人 所以我不可能说 这个像 有些东西像讲F3那样 似的 这个掰开揉碎 给大家讲那些东西 不可能了 基本上就是拿来就用 可能鼎大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可能 很快的提一句 说你看啊 这个应该是怎么做 比如说 像我们 或者马上会用到 什么这个 发股票 这个分路要怎么做 也就是带一句 我们不可能像F3那样子 再这么详细给大家讲 所以呢 这部分 大家就一定要小心 这两种同学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你如果觉得 我讲课的时候 哪个分路 或者是 哪种会计的处理方式 你觉得 老师怎么 怎么一带就过了呢 他怎么也不讲呢 我跟你讲 那个就是在F3里边 已经特别特别细致的讲过了 那就是一个基础的知识储备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大一的形式 问我 或者问我们这个 中华会计网校的大一的老师 或者是你可以去 翻阅查阅一下 你以前的这个 专业课程的这个书籍 你去看一下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要把它搞明白 不要这个叫什么 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不要这个 老师说这声音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然后接转一下听吧 你后面就全都不懂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另外我说是这种 这种同学 这种同学呢 也还可以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会计 跟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西方的会计 其实有很多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你比如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会计呢 是这个会计科目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 是吧 你那科目用错了 走 你就错了 但是西方会计里头呢 我们从F3这东西 其实就已经给大家灌输过了 灌输了其实已经很久了 就是说西方会计 它首先没有什么 会计科目的设置 就是你这东西啊 你爱叫啥叫啥 你叫什么名字都行 懂不懂 你比如说 那个 我记得我们F3最初讲那个 就讲那个借贷的时候 有一个例子 说我花两千块钱买一辆车 我借记什么 代记什么 我代记现金 对吧 我借记什么呀 当时我跟大家说的 借记什么 你就借记这车就行了 用万 这车 这小货车 你就借记这车就行了 你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然后你只是要注意什么呢 你叫车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车 你最后编财报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我放到 它所属的会计要素里头去 它是资产 对不对 你一定要给我变到资产底下的 non-current asset 你给我放对了就行了 我就算你对 行吧 所以这个 有很多类似的这种东西 大家 是的 就学的过程当中 注意一下 就可以 好吧 这是一个啊 再来 再来呢 这个第二点 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 我讲课 基本上用到这些材料 都是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tutorial notes 这个notes呢 就是我的讲义 这个notes就是我的讲义 不是你们那个教材 那个教材 我拿来 那个教材 我如果拿来用的话 说实在的 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那就我不用讲课 你回去教材 谁都能买着 你回去自己 自己这么厚 你背下吧 一个字 一个字背下吧 你背完 你也不一定能考多少分 明白吧 就是你不理解 你也不一定能考多少分 而且太多 是吧 然后所以呢 我会把这个 咱们教材上 这么这么多的东西呢 给它这个浓缩啊 就我们那个讲义比较薄 我的讲义都比较薄 我F3F7讲义都比较薄 这浓缩后的啊 浓缩都是精华啊 就这个讲义要有啊 然后呢 这个notes呢 就是笔记 这也是我自己 这个授课的特点 就是我笔记多 我讲义为什么这么薄 因为我讲义上 可能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 有一部分 我没写在讲义里头 那我什么时候给大家呢 就是我讲课的时候 会版书比较多 大家又跟着我记笔记 他笔记记好 对吧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 大家必备的一个东西 就是叫Past Exam Paper 就是以往 就历年的真题啊 就历年的真题 好了 第三点 呃 第三点啊 我写的这句话呢 是这个呃 官方的那个原话 他说因为我们F7啊 咱就说F7啊 就我们现在这门课F2啊 就这门课呢 他现在改成全面的机考的形式了 所以机考里边呢 有选择题 有各种形式的这种题 由于他形式多样 形式灵活了 所以呢 他考的覆盖的这个面 就更广了 这个大家可能应该好理解 我就不多解释了 所以呢 我们官方说的是说 哎 我们最早以前啊 这个F7考试是五道大题 啊 第一题合并报表 第二题 这个读题报表 第三题现金流或者报表分析 然后第四题考一个或者两个准则 第五题考一个或者两个准则 就是 就是全都是大题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老师其实 很多老师啊 这个都猜题 就是可以猜题 就是我以前啊 这个比如上 上一个考纪啊 考过持有待收固定资产了 就是第四题 第五题里考专门单独准则考过了 那他就告诉学生说 这次啊 第四题 第五题 你你绝对不用看这个准则 他肯定不考了 那个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呢 由于有这种 全都是因为sectionA B60分的小题目啊 所以呢 他这个 你比如说一道题目 他四个选项 A选项让你判断对错 A选项 考你持有待收固定资产 看这句话对不对 B选项考你投资议房地产 你看这句话对不对 C选项考你无形资产 你看这句话对不对 所以呢 他可以在一道题里边 cover四个准则 因此呢 这个考官就说 同学们 你们就别挑了啊 你们这个 这个大纲 你们就整个都学啊 你们就整个都学 啊 是这样啊 他是这么说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就是我们教学过程当中 贯彻的原则呢 就是说 我如果真的让大家 学whole syllabus 那就又成了 我把那个 砖头一样的那本书 拿过来 啊 咱俩 咱 就是我跟 电脑前的你 大家就开始背啊 来第一页背 第二页背 就又成了这样了 呃 所以我对这个理解是什么呢 首先啊 大家学的时候 要稍微细致一点 比以前要稍微细一点 比如说我们后面讲话的时候 会提醒 披露 才就是 呃 准则里边 他都会有披露的要求 像这个披露 我最早以前 就是在 14年12月 就改这个 有选择题之前 我们根本就 所有老师都不讲披露 为什么 考不了 因为他以前那个 那个提醒 就是五道大题嘛 没法考披露 你想怎么考披露 我能不能说 出一道大题 25分一道题 说同学 你给我编个报表的 这个财报的这个披露 啊 孤立资产的披露 无形资产的披露 那你给我写下 不可能 所以他也不考 我们也不讲 但是呢 现在你比如像披露 这个东西呢 我就会放在我们的这个 我的这个 呃 讲义当中 就这个note 我会放在note里边 然后讲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侧重 我们要有侧重 因为这个东西就算 有可能考 首先考的概率很小 啊 比如说40% 50%出现的概率 然后呢 就算考 他也就是一道题两分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把过多的课试 都集中在这 能复习的时候 也没有必要把 过多的精力 集中在这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讲的时候 可能哎 带一句 我提醒你啊 这个分值小 出现的概率小 那我们可能带一句 就过了 就完了 然后考试前呢 你如果说 老师我就是 我平常就是 特别衰的那个人 就是我要考试 我肯定碰见 那个披露那题 那你就背一背嘛 你如果觉得说 就我还想要那两份 你就稍微背一下 就完了 平常不要在 那种东西上 下过多的时间啊 过多的功夫 另外呢 这是一个 另外我还想 我还想说 就是他随着 whole syllable 我希望大家 后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稍微细一点 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稍微细一点 不是说 刚才说的 让你整个书去背 没有那个意思 我说的细一点 就是凡是重要 重要的地方 我需要 我希望大家是叫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就你要理解它 我讲课的时候也 我讲课也是非常注重理解 我不会就告诉大家说 这这这这个啊 就借什么什么 带什么什么 这报表 分路做完了 报表编完就完了 不会 凡是重要的地方 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去理解 这个准则 为什么这么规定 它有什么道理 一定会带着大家理解 所以你呢 尽量跟着我 多理解 然后你理解的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应试的时候啊 他那个 就算那个选项里头 他可能出一句话 这句话可能我 那个讲义上 老师没写过这句话 但是你只要能读懂的情况下 你是能大概 自己运用一下 自己的判断能力 能判断出来 他这句话是对还是错 好吗 这个 也就是这些啊 我不可能让大家 去背那本书去啊 再来 我们财务会计这门课啊 实际上就一个操作性 很像 它叫技术嘛 叫技术嘛 大家听过技术工人这个词吗 技术工人是干嘛的 就生产线上操作的 那个工人 所以我们这个 F7这门课呢 就操作性很强 所以我说 叫The Legend 就等于Success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 大家整个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多刷题 尤其是多刷财报 就是多编表 一定要多编表 因为什么呢 我们那个后面 那两道那个 二十分的那个大题啊 就一道题二十分 两道题那个大题 实际上啊 这个绝大多数同学 给我的反馈就是 那二十分的财报分析的题目 是不太容易 hold得住的 就是大家可能 这个从学习 或者应试方面来讲 觉得这个 抓不住它 就因为它太灵活 明白吗 就是稍微给你变一个 这题整个就变了样了 稍微变了一个 这题整个又变了样了 你分析的角度 就会完全不同 所以它就是比较灵活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 二十分的题 大家考试的时候 这是一定要保住 你至少得个十八九分 就是那个编报表的那个题 不管是独体报表 还是合并报表 我讲课的时候 这块也会下的功夫之多 而且你会发现说 你在平常这个刷表 自己编表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你也在学习 section A跟section B的题目 为什么呢 你们自己回去注意一下啊 现在考试当中 那个section A 或者section B里边 那个小的选择题也好 填空题也好 它那些题目有很多 都是从我们以前 那个老的题目里边的 一道大题 比如编读题报表 那个大题 它底下不会有几个notes吗 notes一 notes二 就给你讲故事 让你去做材物处理 让你编表 都是从以前那个notes里边 节选一段出来 就成了个小题了 你懂不懂 所以你如果编表 编的多了呢 这些教育事项 你见的多了 你连小题都能 都能迎刃而解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去刷题 千万不要 F7这门课不能怎么学 我曾经见过这种同学 我给大家学一下 你看行不行 你看是不是就是 现在电脑前的你啊 拿一个真题 或者拿另一侧 看着这个题目 看着这个题目 然后看答案 放过头来 然后明白了 看题 这样做 这样是不行的 你这样肯定会fail掉 懂不懂 就是一定不要眼高手低 一定要自己动手编表 一定要自己动手编表 而且现在CBE了 G考了 你就更要在平时 去熟悉那个G考的模板 然后练打字速度 好吧 这就是我底下要说的 一个呢 大家要练打字 要练打字 要练打字 我曾经在面授班上 我那个 就是前两天刚上 那个面授班 然后我让大家 我说那个带电脑来啊 我带你们做题啊 结果我在那个 我在电脑上 想问他们做题啊 就打那个字 我就看底下同学 真的就有同学 这样打字 就这样打字 就一个手之后打字 真的有 这种不行啊 同学们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跟你们讲啊 实际上 他那个 你要看官网 官网总说 说咱们G考好啊 G考有优点啊 G考什么优点 G考比比试 节约很多时间 哎呀 我心想 这叫叫 买的不如卖的经 你知道吗 他所谓的 这个G考会 节约很多时间 我跟你讲 节约在哪 节约在你的打字 速度一定要高 就是官网上 有一个统计 他是说你英文啊 英文打字啊 他说你一分钟之内呢 如果能打到30个字 一分钟之内 打到30个字 那么你就可以 比你的这个比试 要开始节约时间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 一分钟是30个字以下 首先打字这部分 你是不会跟比试相比 你是不会节约任何时间的 那我告诉你 你如果打字在 就是一分钟30个字以下 也就是说你这方面 不会节约时间 你的时间会很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自己去 后面我们带着大家 做这个G考的 这个编表的题啊 你自己体会体会 实际上G考的 那个编表的时候 你做那个format 就是我先做working 然后working里头的 每一个数字 叫link到我的 那个财报里面去 就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 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 而且实际上 真的挺帮务时间的 而且你要是 如果是link不好的话 你脑子一乱掉 表一乱掉 整个全错了 所以 实际上 它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并不比那个 比试节约时间 所以你如果想节约时间 一定要把打字速度 练上来 一定要把打字速度 练上来 给大家一个 练打字的网站 这个挺好用的啊 你自己 很简单 你自己回去登陆 你一看 你就知道了 它那个上面有什么 一分钟练习 三分钟练习 你自己练一下 我告诉大家 我这个试过好几次了 我在这上试过好几次了 我现在打的是 一分钟是52个单词 52个字 52个字 一分钟的 三分钟的 大概都是这个左右 大概都是这个左右 你要把自己速度练上来 你最起码一分钟 40个字左右 行吧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熟悉那个 CBE的那个 那个format 官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大家可以去参与啊 很多的 包括有空白的表格啊 空白的Excel 空白的Word 然后这个 机考的模拟题全都有啊 这些全都有 好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结合前面 给大家提一个希望 就是大家 在进入这个Exam Hall 就是考场啊 进入考场之前 一定要保证 自己不但能有正确率 正确率 还要能有速度 尤其是现在这种 机考的情况下 大家 把这个速度练上来 把这个速度练上来 一个要熟悉 这个形式 一个是打字速度要用 行吗 啊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Financial Reporting 这门课的 第一节课 算是跟大家 这个见面 先简单聊一聊 好吧 那我们 从下节课开始 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课程 我们正式的课程